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新任首席 许多 许总 永远给你介绍一下在座的各位 这位是副董事长 许先生 你好 董事 郑玉女士 这位是公司首席技术官 童语先生 想不到童语先生这么年轻 就已经当上了首席技术官 真是一个专业的人才 徐小姐 你也是让我意料之外啊 二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过昨天在路眼现场 我看到了童语先生 五分钟充满深意的演讲 将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 期待的 这位是公司研发部总监 B组总工程师 李德 李光 你好 我是主持人 我感觉我们制动科技的颜值 上了个层次啊 多关照啊 我会尽快地融入这个集体 为这个公司做出贡献 LISA曾就职于 美国智能科技的龙头企业 TISA集团 最近轰动业界的AC1 与TISA的合作案例 就是LISA一手操作的 既然大家是自己人了 有一些话呢 我必须要说几句 我是技术与市场的对接人 说白了就是一个得罪人的角色 我给大家定一个小目标吧 今年的年终奖金 每个人增加百分之三十 如果我做不到 明年这个时候给我开欢送会 小姐不仅人长得漂亮 屡历漂亮 这话说得更漂亮 像您这种优秀的人才 其实回国之后会有很多选择 但你为什么会选到我们公司呢 因为你 因为你们这些优秀的工程师 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发现 制动科技已经陷入了一种危机 也是因为你 我看过公司的财报 确实非常紧张 现在制动科技所有的研发资金 百分之七十都在佟先生 管辖的自动驾驶项目上 在一年时间内 你没有任何的收入 而且短期之内我也看不到回报 这就是制动科技的危机 江总你看看 您找过来的总裁 这第一天就来递死我研发 两年的项目 说我的项目是公司的危机 有分歧有争议是好事啊 那项目社再随后再讨论 江总 我还有一件小事 新的电子版公司管理手册 已经发放到公司管理群里了 公司第一考勤制度 沿用早久晚六的工作时间 六点前不许早退 第二天也不得无理由请假迟到 而周六日加班的员工 可享受优先调休 年假等福利 因为公司人员情况不同 分为有玩族和自由族两派 自由族执行第一考性制度 而有玩族可以自由选择 第二考性制度 可便于接孩子放学 这很人性化 总之 迪萨是想为大家打造一个 便捷 舒适 专注的工作环境 专注的工作环境 你的习惯我还没忘 音试红场 谢谢老师哥 以后还要请你多多关照了 你的工作条件 我都看过了 没啥问题 就是办公室的一条 一条都不能少 还是老样子 寸途不让 好吧 好吧 这女人来这桶科技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见 这间办公室真好啊 可以一整天都晒足阳光 有什么事吗 童总工跟我很生疏啊 咱们熟吗 咱们不熟吗 不熟吗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我正常找工作呀 我只是不知道你也在这儿 全家陆寨吧 也许是命中注定呢 怎么着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都追到我们公司来了 干什么呀 你不是说我喜欢你吗 可是我压根就不喜欢你这款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只想告诉你 现在是我在运营这家公司 从管理层面上说 命中注定我要管着你 你威胁我 不 不是威胁是恐吓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在三亚做了什么 那我也跟所有人讲一讲 你是怎么在三亚恐吓我 勒索我 抱着我 还有啊 你的身材还挺不错的 你去告诉呀 我身材不错 我巴不都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你这个女人还真挺拼的呀 两件事 第一 我要自动驾驶项目所有的资料 给不了 第二 我天生缺盖需要晒足阳光 这间办公室以后是我的了 我看你不止去跟脑子也有问题 你知不知道我来智东科技第一天 这个办公室就是我的 你抢不走 搬过搬走不是你说了算 江总已经答应了 在这儿交接呢 佟工程师 感谢你为新高层做的贡献 江总 也感谢你牵上女性的身世行为 咱们徐总身体一直不太好 有些缺干人 北边那间空着的办公室呢 本来是留给管理层高层的 但是阳光不足 我就一直发愁 怎么安置徐总 可是 所以 你无私的做法 让我很感动 请 谢谢同工程师 牵上女性的身世行为 回头记得把保险项密码给我 好 小瓜 这个家去过得怎么样 还挺不错的 我昨天听说 你没有在教室上课 而是跑到外面上课去了 你昨天临时的教学虽然有趣 但是这恐怕很难反映在沉寂上 是啊 这 这确实是我的疏忽 你学为人事行为事法 有时候呢要多考虑一些 对 我下次一定注意 小瓜 你毕业留校当老师有十年了吧 有了 这时间过得还真挺快的 最近有个事情 是关于你的 想试试吗 好事 坏事啊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说 是坏事 来了来了来了 欢迎欢迎 恭喜恭喜 恭喜郭老师 不是 不对不对 是 不对不对 是恭喜郭副教授 对 而且呢 还是国立大学最帅的副教授 别别别别 要不是随思想老师说 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大的好事呢 就是 恭喜你 郭老师 千万别这么说 孙主任跟我说 我的副教授申请确实是通过了 但是副教授的考核评定 还得通过之后都公开课呢 这八字还没一批呢 谈不上东西 郭老师怎么还这么地 谦虚谨慎 对吗 我这是实事求是嘛 孙主任还说了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 我这也许是件坏事呢 这以后肩上的单子更沉了 任重道远 这对于我也是挑战啊 对别人来说是挑战 对我们郭老师来说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我们准备了蛋糕呢给大家 快 郭老师你挑一挑 你们先别动啊 好 你最喜欢哪一块 你先挑 就这个粉的吧 给你的衣服颜色特别配 挺棒 谢谢 快快快快 你们也吃啊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你拿哪个 好朋友啊 这个也代表了 你们好朋友啊 谢谢 谢谢 来 这个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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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老师 比如说 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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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这儿 刚开始吃 我还是想再问你 你来我们公司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是不是在三亚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谁 所以故意当时 把事情放弹了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觉着我有什么目的 说我 是哪一家公司派你过来的 给你多少钱 是你进了我的房间 上了我的床 主动进入我的生活的对吗 你能需要点什么 你能需要点什么 不可以尝一下 请 这只是怎么办 如果说只是我人来 那我给上一次的我人 向你道歉 这杯咖啡 送我给你赔个布置 不好意思啊 我只喝红茶 我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喝红茶 我喝什么关你什么事 我喝什么关你什么事 可以 看看 怎么了 好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您看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你不过来吗 你不过来吗 不好意思啊 这边是我们刚到的新品 看起来有什么喜欢的 这个 好 这个 好的 这个 好的 还有这个 这些都需要给您先包起来吗 这四个不要 其他的我全要了 包装包好一点 送人用的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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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瑞 除了这三个之外 所有的包包包起来 哎呀 这男人有时候确实需要去惩罚 但也不能想死守 对不起 我花多了 没有密码 给我送到车上吧 好的 不好意思 我说一句话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冒昧地问一下 我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 老郑 针对我们品牌的贵贵客户呢 若有新的款式到店的话 我会发照片到您微信上 让您看 要喜欢的话 可以来店里面看货 谢谢 你说 你说 她是半个上海滩男人 都想娶回家的地产铁娘子 刘盛楠 真的假的 我刚试说 看她咋那么眼熟呢 后来我摆多了一下 就是她 看来我向小飞大运药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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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 担心这个干吗 你的课呀 学生都非常地有兴趣 其实历史研究 本来就是枯燥乏味的 我想选择一个趣味十足的课题 但是又不缺乏历史研究意义 那你觉得 古代的男女关系 这个话题怎么样 古代的男女关系 男女关系以古论经 而且即便在现代社会 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热点话题啊 来一个大贯穿 好好地讲述一下 古往今来在历史上 最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 然后以历史为鉴 孙岳老师 我真的得感谢你了 你真是一句话把我也点醒了 谢谢你啊 帮我选了一个这么好的课题 年轻人一定非常感兴趣的 我现在就去图书馆 今天啊 对了 今天周一图书馆分馆 没事 我去书店 还品格书店 我陪你一起吧 可以啊 对啊 你挪过去就行了 那个啊 咱们组这周的工作计划 我已经发到全面了 按计划真行 我走了啊 别啊 老大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听薛凯说了 他们B组 李德带着他们所有人 从今天开始 九点钟之后才能下班 我们这儿 你甩手就走了 咱们总照旧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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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比姐 你找我 杰森 这几天 你怎么总是魂不守舍的 看出来了 就可不嘛 说好了三年的 三年又三年 你别跟我玩五间道啊 你明明就来了一年 我知道 你一心就想当那个主菜厨师 今天 我确实有个机会给你 真的啊 那我可以做牛排了 并不能 去 你姐呀 入行快十年了 看人是看得特别准 总有一天 你可以成为一名 合格的主菜厨师 但是我觉得你的天赋 另有用武之际 什么呀 在我的规划下 Fu餐厅应该是一个 巨大规模的新型席餐厅 有我们专属的甜品部 你来当我们的主管 怎么样 不怎么样 Yuki姐 虽然这是个好消息 但是怎么说呢 我 我置不在此 您知道我的 我没什么大梦想 什么买房 买车 开店 发大财 当老板 我都没想过 我就想着有朝一日 能够成为像我师父那种 做牛排的大厨 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我要的就是真刀真枪的实干 你让我整天跟那些软绵绵 甜腻的奶油啊 气死打焦道 不适合我 你怎么就这么点出息呢 你看你昨天 做那个闪电般的生日蛋糕 做得多好 多有天赋 那我当卧底当那么久了 你再让我去当民警 我要回我就回转组了 行行 你再考虑考虑 一会儿告诉我 去忙吧 是 先生 光老师 我又给你找了点书 你先看着 太感谢了 你要不要喝咖啡啊 我去买两杯 谢谢 贼老师 看谁呢 你怎么在这儿呀 我在这儿打工 你是中文系的 所以这儿还蛮适合你的啊 不过太大才小用了 哪有啊 我白天呢 在这儿打工 晚上呢 就在健身房当教练 可自由了 别老说我吧 谈恋爱了 说谁呢 就后面那个 就后面那个 我们学校的郭诚老师 你不认识啊 他是郭老师啊 对啊 那我刚才真没认出来 你跟郭老师谈恋爱了 我 我们俩这个还没呢 不是 就是 我跟他是同事关系 就是 就是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是吗 同事关系啊 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我就觉得 崔老师眼里那份爱意 都快留到黄浮江了 这个不恶心啊 我去买两杯咖啡 如果你要想喝的话呢 我可以帮你带一杯 可不瞎说呢 不准瞎说 不准瞎说 嗨 小哥哥 你有什么事吗 我 你在看什么呢 我最近也想看书 但是我也不知道 我该看些什么 要不你给我推荐推荐没 你想看什么类型的啊 看那种 有意思点的 背一看就想睡觉 这两本吧 国史十六奖 万历十五年 你就跟我开玩笑吧 这 这一看就想睡觉 现在的大部分作品啊 都是架空和虚构的 就你看完了之后啊 你会感觉更加的 无聊和恐惧 而这两本书里边 富含了大量的人生哲学 和历史轨迹 真是个书待遇 孙悟春啊 那本不适合你 那本太冷闻了 知道了 谢谢小哥哥 这儿怎么有点面熟啊 才有事啊 咖啡 谢谢 我跟你说 国老师是个好男人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刚跟他聊了一会儿 通过我的观察发现 他挺可靠的 有没有瞎聊啊 怎么会啊 嘴巴可起开说的不能说 知道吗 加油啊 冲 pres照发不是 每prend single high 你没事吧 小朋友 撞到你了 Man 对不起啊 我忌怕 恐怕 吗 变里边 我忌怕 不忌怕 不忌怕 你跟我到这儿来 你想对他做什么呀 不是 我跟着你干吗呀 我是来买东西的 小朋友 对不起啊 阿姨刚才不小心撞到你了 没关系 爸爸跟我说我男孩子最坚强 你这样 等一下呢 你去玩具城 去选一个玩具 阿姨送给你好不好 好 你是他爸爸 所以这是你儿子咯 你说呢 我今天下班去办公室找你了 我看你不在 你是想说我早退的事了是吗 不是 今天那杯红茶 是我不小心倒到你身上的 我是想跟你道歉 不需要了 走啊 京哥 爸爸 那个阿姨不是说 要送我个文字吗 爸爸给你买十个 我会打牙鼓的 干吗去了啊 我会打牙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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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赛牙甩发电话啊 好不容易把你判回来 行李放下就走 干吗去啦啊 你干吗去了啊 我会打牙鼓的 你说你三牙甩发电话啊 我有工作呀 工作嘛 那介于你没有跟我亲亲抱抱 你必须得补偿我 行了 讲故事吧 许家小姐 惊悚了 走 走 但现在听你这么一说 你真的遇到了 这些超级大色狼啊 现在还跟你同公司 我感觉这事大事不妙啊 你不会是遇到那种 一直尾随你很久的那种 超级大色狼 没准 而且她的特别色 有多色 你怎么比我还关心啊 关键是长得帅嘛 长得猫还算是个人样吧 而且还有点小才华 就是行业里面还算是个小人 但我就是不喜欢她自以为是的样子 能做出来这种闯入单身女子 在这房间把你全身看个背 还同窗共枕 还不承认不负责不道歉的男人 就是一个没有风度 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的超级无敌大色狼 不是 你这分贝 你能不能小小伤 你生怕楼上楼下的都不知道啊 知道怕什么 人家都是住不住的 你再给我分析个事吧 这个人有个怪癖 就是他 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喝红茶 为什么 三种情况吧 科学角度对红茶素过敏 心理角度有一段 关于红茶的负面记忆 你第三种呢 人心角 是吗 我亲爱的毒鸡汤博主啊 现在都这么知名了 那为什么你自己单身万年 许多 咱俩见面没几分钟吧 你开始按照不住本心怼我了 你有意思说我吗 你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啊 你干吗去啊 打住 等等我 你等我一下 你接我话说 今天你别想睡觉 我告诉你 我今天把那杯红茶 全泼到他身上了 是不是很过分啊 有什么可过分的 你那么在意他呀 我在意他 开玩笑 那你不在意你晚上聊他 我这事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我今天又看见他了 你们俩这巧合得有点 太巧合了吧 和他儿子 什么 他儿子了 六岁 我的天哪 一个已婚男 跑去三家浪浪 还非得你这种 未婚少女 真是个人间极品诈呀 我感觉吧 就是有点不太对 你感觉什么呀 你看到他老婆了吗 没 那周末的 一个人带着儿子狂 老婆也不在 再加上三亚的前科 这婚姻状况开悠啊 大晚上能聊他干吗呀 你这不聊了一个有大儿子 有富之初吗 行啊许多 现在重口味呀 叶琪倩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重口味 坐下来 好 现在还挺漂亮 你还懂好看漂亮呢 那个啊 他是个售货员 你个售货员你怎么认识 那爸爸不是经常 带你去那商场逛吗 就那么认识的呗 我不信 你肯定是在撒谎 你怎么把我当成小孩子 我已经七岁了好吗 不是老他说的小屁孩了 你十七岁了 也是你爸的小屁孩 知不知道 我还不是呢 我还知道 那个骗子姐姐和你道歉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呢 老实说过 道歉完 要勇敢大方地接受道歉 这样子在家就多是好朋友 你爸跟那个大妈 不可能会成为朋友 懂吗 我这两天休假的时候 你一个劲给我发微信 那是不是有点嫉妒啊 当然 咯 等爸在休假的时候啊 我让你调个地儿 爸带你去玩 行不行 好 来 把书包打开 爸爸检查一下你的作业 这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啊 优秀如我呀 谁叫我师父玩的好孩子啊 爸爸 既然做意写得这么好 你不跟他有玩玩 好 可是爸爸有很多工作要忙的啊 怎么办啊 你自己玩一会儿 好 来吧 金刚 来吧 准备你的战斗口 过来 来 给他尿掉 嗯 哦 哦 哦 爸 爸爸 你怎么不说啊 我 怎么不说啊 我害不起啊 爸 爸爸 爸爸 你怎么不说啊 你这宝贝儿子 你还真哭了呀 别揉眼睛了 好了 爸爸给你开微笑呢 好 好吗 来 小飞 你来了 快坐坐坐 你来晚了啊 快点拔条 按规矩 深海炸弹 没事 不用的 可可姐 这是规矩啊 对对对 可可姐说得对 那个还是按规矩 我八九三杯 靠谱 这是什么喝法 枸杞配啤酒 可可姐 你这朋友啊 给我养生了个 靠谱啊 是不是 厉害厉害厉害 这还算静的了啊 算静的了 对对对 回头姐妹们啊 必须去小飞店里捧场 感谢捧场啊 感谢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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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飞啊 就是好酒量 喂 喂 副经理 你好 听说你今天销量不错 卖了一箱包 您知道这事了 对 是我说我承认 今儿销量还可以 我不是来表扬你的 刘总直接给我打电话 说你非常不专业 我不专业 不会错的 刘总加了你微信 我必须得提醒你 这次投诉 来自我们星光商场的所有者 不是 我不喂 喂 喂 我 counting 你ump on right 这个物件 虽然这个电话 武雷轰顶 但我依旧要笑对我的party 她不是灯红酒绿夜夜声歌 而是我的商务谈判和工作会议 这些复杂的女人们 只是我的工作客户 无论怎样 我必须要时刻微笑 我在这夜夜疯癫中 找寻我的成功 四老街球 四老街球 成功 嗯 集体早餐之前要做什么忘了吗 四道电话的益州测试 秉刚那我先来了啊 朝辞白地 彩云间 千里正灵一御宽 两岸原生提不住 今朝过万重山 这是来自李白的早发白地成 可以可以可以 厉害厉害厉害 到我了啊 我来一个数学题 难一点的 我想想啊 十加十等于几 二 二 姊叔叔 我这点 我就是在说你二 我已经想谁一天急了 我不是越让袁丹丹丹丹的小朋友了 十加十一种问题 不用再问我了 你结婚叔叔 只有这个智商 来来来 宝贝 这样 我给你拆一下这个啊 问你个问题 如果要答对了呢 给你弄个眼睛多佑好 好不好 好 提问 两个女孩 一个温柔行贿 一个美丽大方 你觉得你爸爸会跳哪个 你小孩瞎问什么呢 不都说了吗 他自有体温 不管不管 那都不用问 我爸最后哪个都不会选 为什么呢 是你跟我贤会的啊 看不上我爸 长得漂亮的 早就被你抢走了 知我遮你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给我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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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丰 你爱你 我爱你 你够你 我爱你 你是想上而上不去 我呢 机会放在那儿 但解决得难于登天啊 我说你仨这个算什么呀 顶多算个碰碰车 懂吗 我这个绝对是云霄飞车 你怎么了 我在三亚碰见那女的 她为了你追过来了 现在成了我们公司的运营官 我得顶头上司 你们知道我现在面临的 是每天总播日的 真的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啊 真的 好日子到头了 你们这包随意 爸爸 爸爸 咱们请来拍照照吧 今天好开心呢 来吧 来 你站这儿 你站这儿 来吧 来 来 来 这就是成年人的时间 纵使内心慌的一批 却依然 要笑对一切 来 来 来了啊 金刚睡了 玩儿累了 回家吃饭吧 不了 我晚上还有工作了 工作忙也要注意身体啊 对了 我们老两口啊 不缺钱 你不用每个月 都给我们打钱了啊 别这么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了 下周啊 我再过来接金刚 好 我来抱孩子 来 起来了 伯伯 来 来 谁的 小宝贝 来 爷爷抱 当眼头 真是小懒猫 小懒猫 小懒猫 好 那我走了 好 你路上慢点啊 好的 好 好 果然 以我浅薄的首相知识 你是事业行 事业顺程 事业顺程 但是 这个健康线 隐隐约约有点模糊 你要注意身体啊 不过 你这首相 跟我很合拍 对了 我一直没有机会 想问问你 你对童雨的那个相反 有什么看法 我们说好了 今天不了工作的吧 我说你说话 怎么这么阳俊呢 我终于知道了 知道什么了 我终于知道 那个女人进入我们公司之后 为什么可以那么嚣张啊 因为她跟江胖子有私情 管理层会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 必须搞定 自动驾驶三层的线路维画 否则项目暂停 我接受这个条件 喂 干吗呢 抓上头 等话说你了解的 只是怎么和老板谈情说爱的 我想让你直男而退 结束这一期 我是给你面子